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黑霉菌就是很恶心的黑色和绿色斑点 常出现在湿气重的地方 例如浴室或厨房 不过别紧张 要减少家里的霉菌是有办法的 如果霉菌的范围很大 请不要尝试自己清理 最好请专人协助 第一步是找出可能滋生霉菌和霉斑的地方 通常湿气很重 像是浴室 地下室和厨房 甚至于水管漏水 也有可能造成霉菌和霉斑滋生 而且还可能扩散到外露的木头或墙板上 这些渗透性材料或其他 像地毯 绝缘物等材料 都应该立刻拆除 丢弃或更换 至于浴室里的非渗透性材料 只要洗干净就可以了 我们会教您怎么做 浴缸和洗脸台 可以说是浴室里最容易滋生霉菌和霉斑的地方 Lois有许多可以清除霉菌和霉斑的消毒剂和清洁剂 有关其他安全事项 请务必遵照制造商的指示 如果要使用漂白剂 千万不要混合含有阿摩尼亚的产品 否则会产生危险的有毒气体 请必须小心使用 在除霉的过程中 最重要的是自我保护措施 霉菌和霉斑可能会造成疾病 所以在清洗时一定要戴上橡皮手套 此外最好将霉菌范围保持通风凉好 将四分之三漂白剂加以加仑的水稀释 就可以有效清除霉菌和霉斑 当您准备清洗淋浴间时 请将旧的浴帘拆掉 最好是从淋浴间墙壁的顶端开始 向下清洗到排水口 如果要清除磁砖上的霉菌和霉斑 请用全新的喷雾瓶把漂白剂倒进 然后喷在要清理的区域 让漂白剂停留约十分钟 最后用干净热水冲洗 这个配方也可以用来清洗墙面上的霉斑 但必须用刷子沾漂白剂来刷洗缝洗 等约十分钟用热水冲洗后 等墙面干就可以了 藏霉菌和霉斑的填缝剂都应该清除掉 使用含有抗菌成分的填缝剂 可以防止霉菌和细菌滋生 用美工刀或刮刀将旧的填缝剂清除干净 然后用漂白剂清洗接缝 等接缝干的时候 可以顺便清洗水龙头 把手和浴缸 确定水龙头和排水口都能正常运作 因为只要是会积水的地方都容易滋生霉菌 排水口即使只有轻微堵塞都必须修好 LOS有清洗排水口的产品 就算是严重堵塞都可以让它畅通无阻 用填缝剂将浴缝缝隙填好 沿着缝隙及少量填缝剂 在检查其他需要填缝的地方 例如洗脸台 水龙头或坐侧 LOS还有很多浴室专用的抗菌产品任您选择 包括马桶及凑风机 如果您已经有凑风机 每次洗澡时请记得打开 凑风机可以排除空气中的湿气 是居家防霉的重要设备 最后一个步骤是挂上浴帘和防霉蹭理 等浴室都清洗消毒干净之后 只要等表面完全干就可以了 如果您想要粉刷浴室可以趁现在进行 LOS有特别针对浴室和厨房设计的防霉油漆 现在您已经知道如何减少浴室里的霉菌和霉斑 请用同样的方式来清洗家里的其他地方 不过请记住非渗透性材料 只要稍微清洗消毒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墙板等渗透性材料则必须换掉 如果您对家用抗霉防霉产品有任何问题 请直接洽询LOS工作人员 我们有各种相关产品 从清洁剂到室内油漆应有尽油 如果需要健康居家的详细资讯 请上网los.com 要了解其他居家工程的相关资讯 请到los.com himeas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